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来也 是什么事情仇恨这么大 原来是因为疫情闷太久了 又加上振兴券上路 苏澳镇公所结合 辖内观光工厂 推出振兴抽大奖 在8月1号到10月27号 到活动合作店家消费满百元 就能够获得搓张 挤满三个就能够参加摩彩 每周大奖为iPhone手机 总共会抽出11支 这时不消费还等待何时 赶快来苏澳复仇 请疯狂的来到我们苏澳 吃喝玩乐 因为台湾从解封之后 我们来了整个台湾的 整个旅游市场 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特别是来到宜兰的观光客 我想苏澳区服务站 这里是进到苏澳最重要的 第一个给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据点 非常的旅客 非常多的旅客在这里 在这里休息 在这里消费 那苏澳有非常多美丽的景点 非常重要的资源 所以我们也特别办理了 这个振兴送大奖的活动 我们跟我们苏澳镇 所有的观光工厂合作 跟我们的博物馆合作 然后希望让所有来到苏澳旅游的旅客 可以有非常好的旅游的经验 最大奖还有Gogoro 参加振兴抽大奖的业者 会张贴辨识贴纸 摩彩卷及摩彩箱会设置在观光工厂 博物馆及正工所 包含了一米特 奇力湾珍乃文化馆 宜兰丙发明馆 安永新使馆 驻大于物产文创馆等 各家都推优惠来抢客 安永新使馆的位置 其实就在我们湖区的对面而已 所以大家上个桥 往后去就在中山坡二段就到了 那我这样介绍一下一米特 就是离苏澳交流到只要五分钟 全年无休免门票 他最近通过了冷泉的认证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讲 全台唯一有冷泉的观光工厂了 谢谢 宜兰丙获得2020年 比例是ITQI的国际认证 那虽然呢大家都知道 就是宜兰丙它是一个很local 很在地的产品 我们也都是用在地食材 但是它的口味也获得国际认证 我们七里湾今年我们推出了 我们最新的苏果珍珠 彩色珍珠 我们水龙苏果 红色是红冬果 那白色有芋头跟地瓜 都是我们在地的产品 政工所从8月12号开始的每周三 在脸书粉丝专页 水水苏澳会直播抽奖 另外观光工厂及博物馆 更加码送出独家好礼 欢迎各位游客到苏澳雪拼 试手气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财同报道 还是应该贡献财同内